日照中心党者在工作人員指導下 細心將手沾上顏料 蓋印在紙上 就用民間招募中心和軍事警察局合作 透過建黨指紋系統 預防失智老人走私 由於我們基隆營養日照中心 目前是基隆唯一一家收治純失智個案的日照 那在日照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發現說很多失智的長輩 他們會逐漸的忘記一些人事實蒂物 比方說他們無法再回想起自己家裡面到底在哪裡 那有可能會造成他們只要一旦離開家 就沒有辦法找到回家的路 根據統計 基隆市失智人口約佔總人數的1.3% 將近4900多人 日照中心擔心老人家可能離開家 就沒有辦法找到回家的路 就利用指紋不會改變特點 和基隆市警察局監視科合作 經過家屬同意進行指紋納印 萬一有老人家走私 警方可以迅速找到家屬 那像失智症的一個患者呢 他在疾病的一個發展過程當中 他會漸漸失去對於人事物的一個辨識 甚至是對環境的一個混亂 那就很容易有走失的一個風險 那指紋納印的這個活動呢 我們請到了基隆市的警察局的監視科 來進行指紋的建檔 我們基隆市的失智人口呢 佔全市的比例大概是1.3%左右 將近有4900多人 那經過警察局的警政署統計呢 其實需要做指紋難印建檔的建議有1000人 那這樣的一個數字其實 真正有去做指紋難印的人數不到三分之一 是非常的少數 那其實這樣對於失智症患者走失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透過建檔指紋系統 能夠讓更多的家屬意識到 老年失智患者走失的風險 也希望透過指紋納印 能夠降低老人走失之後 可能發生的意外悲劇 記者 黃燒民 金融報導